你覺得你是招黑體質嗎 我就 Davis加進來以後呢 就等於他是本族球員 我覺得球迷也會期待 那會有一種新的畫質變 我們這個聯盟本來就是 標榜請貼球迷的聯盟 那P嘛 plus me 最重要那個P代表很痛 歡迎收看E-Studio一鏡到底之Talk一杯 我是主持人鄭偉博 每當有好朋友 尤其是主持人專業的這個朋友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心中就覺得特別的愉悅跟輕鬆 但我今天要介紹的呢 這一位他不只是知名的籃球選手 知名的主持人 知名的社會工藝家跟企業CEO 他現在又有一個新的身份 就是台灣即將迎接來的 新的直男聯盟的執行長 讓我們歡迎黑人陳建舟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應該也算球迷朋友大家好 我是Plus Lee的執行長 黑人陳建舟 Blackie Chan 從你這個現在的這個就是籃球的版圖已經是跨越了台灣 對嗎 從你這個現在的這個就是籃球的版圖已經是跨越了台灣 對不對之前這個亞洲都是你的這個領域 就在這三年吧 自己也嘗試新的一個角色 那創立了跟幾個好夥伴創立了報導夢想家 打的是ABL 對那有關注籃球運動的大家知道 這是Asian Basketball League打東南亞聯賽 那當然也在這個聯賽當中呢 有十個不同的城市 那也可以帶著台灣的球隊走出去 然後也可以開拓市場開開眼界 最主要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體制外發展 然後讓大家看到其實台灣籃球 並不是大家想像那樣沒市場 而且真的是跨越了就是單一地區 那隨著今年其實是非常特別的一年 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 導致很多的這些體育活動都受到的影響 然後呢也因此 新的直男聯盟就在你的名義之下催生了 我只是其中一份子 那當然 比較 我覺得自己比較好的一個角色的定義 應該就是那個吹哨者 吹哨者 吹哨者是有正向的意義 一個某種要改變 準備要犧牲的這種角色 對對對 為什麼 因為台灣籃球其實在這二十年 沒有一個真正的職業籃球 那 並不代表 他沒有市場 而是沒有人真正去下功夫去整合 打破原本的組織科就要創造新曲 對這個難度我想球迷朋友知道很難 但籃球界或體育圈就知道這是更難 那個天花板是大家不是不願意去打破 而是一想到就翻 但是你看喔 我們以前其實已經有所謂的CBL 台灣有CBA CBA 對 然後有SBL 那你現在新的這個直男聯盟跟以前有什麼負擇 我覺得PLUSLY當然他標榜的就是職業籃球 那 最大的不同 而且是最明顯的不同就是我們會落實主客場制 因為一個職業運動 如果你沒有真正的主客場的話 其實在經營上面還有你在地方落實這個在地化經營 那個就我覺得味道就完全不一樣 那 當然以往大家看籃球台灣就是租一個場館 然後消化賽事3點一場5點一場7點一場 那就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包含HBO UBA都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如果真正你有看到像職業運動 都是主客場制 然後城市跟城市之間 然後更多的還是在當地政府當地人民 然後Local的地方企業品牌都一起投入在裡面 所以直男聯盟的這個職事是什麼 你還是得要去做苦工 而且要走到第一線 因為我真的看到黑人 不管是在這個新的聯盟 你要賣人脈 然後我覺得 你所有的這些人際關係跟資源 通通都直接投進去了 我深刻的體驗到四個字 什麼叫洪荒之力 洪荒之力就是你真的把你的 所有的力氣知名度資源全部是 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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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必須O-In 因為不容易 我必須講 這件事情是比我想像中的困難好幾倍 因為這個是不只是你的這個 球隊的這些什麼 股東的身份啊 然後這些領隊身份通通都沒有了 你要去做一個類似是中間的一個協調者 你還要有無私的這種精神 而且還要賣老臉去找這些老闆 這個賣老臉這個對我來講不是男士 我在籃球界還有在各界 包含娛樂圈出了名就是 腰身子軟 哈哈哈哈哈哈 出色味 這個很重要 這個我覺得腰桿子要軟 不管你成就是多高 或者你多有知名度 你收入多少 但我覺得很多都還是備份嘛 都是倫理 你必須要把自己的本位先放到最後面 你才能把事做好 那五月開始我 就五月二號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不是太過生日的人 可是也因為今年是 我覺得很特別的一年 很多事情發生了 對 那你會讓自己體悟到 就是很多事情必須要完成 要早一點 那五月二號我就自己下定決心說 我人生的下半場 想要為人民服務 那我自己當然不是說要投入到政壇 或其他的行業 要選的時候先來問問我 我告訴你利弊得失 先不要 真的不要 看很多 想想我們家 嘿嘿 就是會很困難 但至少你投入了你熱愛的籃球工作 對對我覺得我從小到大 最在行的也好 或是最 最上手的 也是籃球 那我就把籃球這件做好 而且 球迷朋友其實一直引頸期盼的事情 我怎麼都沒有去做的情況下 那還講什麼我要服務球迷 那五月二號那個時候就開始 從請益 各隊的大佬 然後老闆 包括教練 從球員 包括球員的家長 協會 然後政府單位我都去 拜訪去請益 有在這中間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跟黑人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其實在整個籃球環境當中 也有很多這些成年的這些規範 但你要跳出來 會不會擔心萬箭穿行 因為你挑戰了非常多 過去已經既有固有的一種規則 對 我覺得要 花兩倍或三倍 甚至更多的時間 讓他們知道你不是來跟他們對立 那應該很多人一開始會常常丟石頭 或者警告你說 不要這樣做吧 沒停過 沒有停過 沒停過 我說的沒停過是 你出社會 你本來就會碰到這個 只是你 更明顯的是就 你要創造一個 新的商業模式 或新的 一個像聯盟這樣子 那勢必會 影響到 既有的 既有的 可是 我說花好幾倍的時間 就是不是現在而已 而且不是說說而已 而是你從 你自己在未來 還有你即將要開打的 所有的細節 你都要顧到對方的感受 而且我覺得你現在擔任這個 新的直籃聯盟的執行長有一個非常棒的優勢 是因為你是籃球員出身 你經營過球隊 有自己的企業 而且呢 你還有在娛樂圈跟公眾形象的人脈資源 可以去兜籠更多的能量汇聚起來 那其中的 第一個上這個新聞 在娛樂版的是 你就把你的千萬超跑賣掉 這件事情是你下了多大的決心 但我覺得有好處啦 至少你原本的下巴 以前下那個停車場 被逛掉 下巴這件事情就沒有了 不會不會 那你現在有抬舉 按一個按鈕 你就知道那一定要多少錢 我覺得 當然這個新聞 我覺得一定會有人關注 而且那個效應 其實我知道會大家會討論 因為討論的原因就是 就是也讓各隊老闆 就是出錢出力的老闆 讓他感受到 我是一種態度 然後一種使命 然後更是一種責任 我把 自己很心愛的東西賣掉 把錢全部都投入到聯盟 因為聯盟跟以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以往都是 association 就可能要協會的組織架構 我們這是完全是公司化 那所有的重大決策 都是董事會決定 那每一支球隊都是股東 那我自己設定 一開始開創的時候 就是五千萬資本額 那 每一支球隊呢 投入10% 就是五百萬 加起來四支球隊就是兩千萬 另外三千萬 我自己負責 我跟所有老闆講的三千萬 我自己找 我個人 當然你車賣掉 不是說 沒現金到這種程度 那是一個象徵意義 象徵意義 然後 我也覺得這個是很值得的 讓 也讓球迷看到說 我把這個事情 做好 做到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把錢投入到我覺得很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說 你幹嘛挖那麼多時間 尤其 其實在娛樂圈自己也不是說混到沒飯吃 混很好 也沒有 對啊 就 你要開節目還是可以開 對 那你要做工作 你要去A做其他的這個 比方商業演出 或主持都可以 其實日子明明過得很好 對 就人家看不懂說你去做這個幹嘛 可是 我覺得越來越清楚 就是這20年越來越清楚 其實 前面累積的 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當然有負面的 或者攻擊的 低頻 慢慢的 好像就是要讓我有一個training的機會 我要做的其實就是現在這個角色 所以 現在可能它是一個一個點 但你過去經驗的 都是一些養分 跟 讓你更強大 這個我真的 我後來有信仰 我是 我是基督徒 我後來有信仰 我才回想說 我那個時候碰到的 任何困難被誤解 你覺得你是招黑體質嗎 這個還不夠明顯 從名字到膚色就是 絕對是 這20年來你被招過蠻多黑的 我覺得在PTT上面 我應該有資格拿黑卡 需要輔導的話 如果你被網路 慰問 關心 緊迫盯人 如果你受不了 歡迎找黑哥 黑叔叔 我覺得我有責任 就是 你其實 好幾次事件 都是那炮火猛烈 你不要說好幾次 正常人 一個公眾人物 或一個政治人物 你一次事件 你可能就是game over 哪個英雄沒有幾道傷疤 對 可是 你有理說不清的時候 而且你明明 你自己 知道你沒有做錯任何事 可是現在的網路氛圍 媒體環境加油添注得多 然後不讓你有機會把正確的事情講出來 那即便你講了他選擇寫的 或他們 是他要的角度 他的角度 或者是他們自己有聯合起來一個角度 你不准寫他好 或你只能把他弄到死 這都有可能發生嘛 對 那 我當然我是娛樂圈 那我也是運動界 可是我在好幾次 事件當中 都 也不要說挺過 就是一直被持續的鐵標籤攻擊 馬 到現在也沒有挺過 可是 我也沒有少一塊肉 我還是 堅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現在有這樣的一個角色 和身分 我其實也是希望 用自己的生命 然後做一個見證給年輕朋友看 不要害怕 你進入了 校園 會 碰到校園的霸凌 然後你碰到 比如說職場 你有職場的問題 那出社會 你會有社會的這種輿論的攻擊 可是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也希望給他們做一個 最低標準 最低標準 客氣 但 但 在最難熬的時候 你是怎麼 怎麼度過的 我覺得就是禱告 你 你從來 不會知道你 我需要上帝 知道他成為你僅有的 有些話你不會是跟 自己親朋好友 甚至跟范范說 那也不會跟爸媽說 再加上我根本沒有爸媽在旁邊 我從小就是這樣 就是 你要 自己堅強 如果一個孩子 他的資產 最基本的 減配 是爸媽的話 我連這個都沒有 對啊 那 就默默吞嘛 那有了信仰以後 你就跟天上的父母去禱告 那當然會 我覺得 你每次禱告 對我來講 當然是會獲得平安平靜 可是他絕對 不會說 好像就沒事了 而是他會給你一個 方向 我覺得這是某種程度的 英雄旅程 這是 必須的 對 我就講哪個英雄身上 沒擠到傷疤 但是如果你不堅強 誰會幫你勇敢 也是因為這樣啊 就是你幾次事件 然後或者你堅持在做 這件事情的時候 總會有人看到 包含 我覺得最直接就是 這四支球團的老闆 股東 夥伴 全都看到 所以很放心的 把事情交給我來辦 那執行長這個角色 其實 是有 龐大的壓力的 我每天現在擔心的就是 我事情沒做好 辜負了大家 因為現在人民期待 很高喔 就你必須要把它辦好 而且 那個好是沒有標準 因為二十年來沒有 可是他們想像的標準就是MBA 你知道這個 理想跟現實你怎麼樣去權衡 對 然後你又不能跟他講說 MBA那是已經晚幾年 然後人家多少資產多少錢 多少商業組織架構 只能盡量去做 那不想要辜負他們這樣 但其實你的資源 跟你就是善於行銷的這一點 讓新的直男聯盟 就有很多這種重量級的球星加入了 說 其實高國好 對 然後林書好 正在 林書好這個要解釋一下 就是 我確實是有找過他 但我是找到投資聯盟 搞更大 要不要當老闆是不是 這一點我是覺得 我這幾年跟他接觸 其實他也是很有使命感的 尤其 是對亞洲孩子 他其實對亞洲是 我覺得有一種使命感就是 他背負了亞洲球員 那僅有的 在MBA生存的 那 我那時候想到說 他 反正現在打也30 31了嘛 再打也沒幾年了 以那個球員生涯 那個強度跟在哪一個level 就球員生涯我們大概 平均35左右 大概就是要代退 那我就想說 是不是有一個機會 他想不想跟我們 從零開始的一個聯盟 現在還在進行中 但 我們非常期待跟樂見其成 樂見其成是我這幾個月當中 聽到最常聽的話 真的 我們希望真的能夠達成 而且你剛剛還 就是分享了還有David 對 對他也要加入 就在今天吧 我們也在董事會 決議一致通過 他就是本土 他因為規劃為 台灣人之後呢拿到身分證 其實在SBO的時候 他並沒有以本土的姿態上漲 那因為 因為他實力也在那 那現在我們的打法 其實我們在聯盟做了很多不一樣的規則 每一隊呢使用兩個外援 那前三節呢打好打滿 但最後一節呢只有一個外援 這蠻特別的一個規定 對因為就是在因應國際賽 你常常在關鍵時候 如果沒有讓本土球員 練成就是 解決問題或處理危機時候的這個狀態 那你打到國際賽的話 那成績自然不會好 所以你要花一整年 一整個球技 你要setting很多不一樣的狀況 突發狀況 讓本土有機會真正拿到球 持球握有球權來處理狀態 那你就是應該要聯盟和規則上去協助 把這件事情 就當作是個隊都認同 所以David加進來以後呢 就等於他是本土球員 那我覺得球迷也會期待 那會有一種新的化學變化 我們這個聯盟本來就是 標榜傾聽球迷的聯盟 那P嘛 plusly 最重要那個P代表people 是屬於大家的 屬於人民的 其實你看這有多少的民間力量 在這邊促成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常常都在講 那台灣政府或者公部門 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你覺得你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或溝通 包含了 你之前跟我提到的就是法規的問題 還有就是公部門資源挹注的問題 對當然職業籃球 一開始喔 就 大家一定會講說補助多少 然後這樣有沒有 比方說政府有津貼啊 或者是有些法案可以去幫助 那我們跟其他人不一樣 尤其每個人都在怪政府 每個人都在尋求 怎麼不幫助我啊 我產業需要什麼啊 可是你自己不動起來 人家怎麼幫助 你不夠強大 人家想扶你都扶不了 對就是我覺得這個 我當然不是說要幫誰說啊 可是你自己要先有本事 人家才會願意來幫助沒有錯啊 你民間的力量 你怎麼樣集結起來 你再去跟政府要求 你要希望這個這個 有沒有機會幫忙 不一定要幫忙 可是這個是看到是一個 對產業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是搞到七七八八都差不多之後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就 有拜會幾個 我覺得對體育是一直很關注 像張錦伟 張錦森 張錦森 張錦伟 然後他提發會 那個時候他也知道 我們這個在run 可是還沒有一個雛形 那後面呢包含內政部次長 然後包含體育署 我們都有去拜會 我覺得熱見其成是真的 就我們帶動了 本來就只有 產學結合的機會 現在如果產觀學 一起來推動的話 那對下一代才是真正的助力 而且這個產業發展 我覺得才會是在養成 然後直接上軌道 然後到後面放大 其實在你現在人生 我覺得是最好的時刻 然後有資源 想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你剛才講到 甚至在賽制 你都想要訓練我們的本土球員 以後能夠在 關鍵的時刻 能夠有抗壓性這件事情 其實這都在為了未來鋪墊 你為了這個社會的大愛 做這麼多事情 那菲菲跟翔翔 你要花多少時間 去做一個很好的爸爸 其實你這個時間 就是被分給大家了 對啊 就沒辦法 就他們應該也理解吧 可是他們現在還小 就是五六歲 可是我們生活 都是挺規律的 他上幼稚園 然後早上我一定自己送 幼稚園上完以後 差不多四五點回到家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 把所有事情排開 我一定要跟他們一起吃晚餐 然後 我覺得每天 尤其是做了現在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每天大概是晚上兩點睡 早上差不多六點起來 他們睡了你繼續工作 對你必須 有很多要協調的事情 有很多 自己也睡不著 我本來就很少睡 然後 我大概都是這樣 兩點睡 六點起來 然後送孩子 然後就開始一連串的 那未來球技開打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親子互動的機會 或家庭旅遊 可以一起帶到球場 因為我是觀光系 所以 觀光產業在這一波疫情 是最慘的 一個行業之一 它大概有九成都掉 因為它不能出團 那所以國旅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國旅 該玩的都玩 你說報復性的消費 旅遊那個景點 大概 該玩的都玩 可是你沒有從運動去 談一個package 這可惜了 你可以 把空房率的問題解決 因為 現在空房率很多民宿 還是要住宿 不管是三星到六星 很多旅館業者 也因為疫情沒有生意 可是你一有 比賽的時候 都是滿房 你甚至 你要住到彰化以外 台中 台中市 類似這種滿房 那隔天也是一樣 依此類推 去中冠 看一看 然後中午空腹進來 兩點半跳球 五點打完 你不管是住在高雄 或住在台北 你回到家 你看一下表 才八點 準備明天的上班上課 這是兩天一夜的行程 所以我覺得這個新的 治安聯盟不光光只是在 振興籃球運動 我可以 你看 觀光也有 然後這個 地方的這個經濟的活絡也有 然後整個家庭的這個情感 可以更熱絡 我覺得你應該受聘為國側固 不敢不敢 親子互動是很關鍵 很重要 尤其是你有沒有設計一個 親子互動的機會 不要那麼尷尬 不要那麼卡 就是很多青少年喔 很怕尷尬 就是太刻意 爸爸突然間說我愛你 唉唷 我女兒已經快要到這個階段 我很懂 所以你設計一個就是 你帶著他 去看球賽 很自然而然的一種相處時光 對 然後我也會硬性規定球員 對球迷一定是 就是要微笑 這好嚴格的那個 那個執行長 錢援都難過萬 我去塞免我扣五千 其實這件事情 氛圍很重要 氛圍很重要 而且你讓球員 了解到有這麼多孩子 或那麼多家長是支持你 他打幾球來 免費都要表現好 所以我真的覺得今天 我們邀請Helen來 不只是認識了一個新的直來聯盟 而且方方面面也都顧及到了 然後有家庭有社會 而且他不只是直來運動 他你在為台灣灌溉一種新的力量 非常感謝Helen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也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今天的收看 那請大家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謝謝 謝謝囉